完全没有终点故事中的起点 大家好我是酷七 欢迎收看美国时间12月4号 独行侠对战马仕的唐神日记 在进入正题前必须先说 跟勇士比起来我对独行侠算是比较不熟的 算是从今年球季才开始正式来认识 所以有讲错还请见谅也欢迎补充跟更正 而汤姆森在本场则被分到跟Dankich同一个轮替 只要汤姆森在场 Dankich就一定会在场 我不确定这是不是交流团有意为之 想让他们加速磨合 还是未来都会这样安排 但以本场比赛内容来看 我认为这会是非常匹配的组合 而既然本支影片叫做《汤神日记》 就先来审视汤姆森在本场的所有出手 第一颗出手先是Dankich跟Garifford的挡拆 此时可以看到汤姆森往湖顶方向移动 我原本以为这是许多射手跟强调空间的球队 都会有的走位观念 经过前几天MGU的介绍 我才知道这种走位方式有个专有名词 叫做Fail Behind 过名思义就是当持球挡拆者往内切的时候 45度角的射手会往上跑到湖顶去填补原本的空缺 根据MGU的说法 读音侠今年会有更多类似的射手走位观念 也能发现像是第三节十分班的ATO 汤姆森先绕掩护接球再回传给Garifford 再跟Irving执行湖顶之下歌 而当Irving接球往另外的车移动时 汤姆森跟Dankich都会往湖顶的方向移动 还有8分40秒的汤姆森也是在Dankich打完挡拆后往湖顶走 由此看来图影侠却是像MGU说的 在进攻端有加入更多提升空间跟防线拉扯的观念 这是后续球迷可以持续观察的 而我们现在把画面回到第一次的出手 老对手跟前队友CP3自然知道汤姆森的投射威胁 反而被汤姆森用长弓的one triple jump shot晃过 弹进了第一颗Fail Ghost 第二次出手只是很clare的ATO 假装要帮Grinds被挡 实际是绕过Garifford的X Green 到底角命中3分球 第三次出手只是6分10秒 当群群持球打双挡拆 不过实际上却是一波类似于西班牙挡拆的双挡拆 他们曾在罚球线帮Washington设置被挡 随后再绕过Liver的掩护到湖顶给全球 其实Washington的空切已经制造出马赤的换方瞎吃了 他们曾在向上绕也有一点点的空挡 可惜力道还是短了一点 第四次出手只是从底线绕过Stick Screen 接球突破上篮 这波其实有点急 虽然差点打板弹劲 但传给对角的Washington会是比较好的选择 接下来两次出手 牵制快攻推进的空挡没有投进 队友抢到进攻篮板后的第二次出手 选择也是有点太急 连篮框都没有碰到 第七次出手也是进攻篮板后的空挡 这次就有成功命中 自此汤姆森和上半场共出手7次 命中的3球得到了8分 第8球出现在第三节11分多中 Washington的快攻推进 再传给汤姆森的快攻3分球 第9球也来自于快攻推进 当局传给汤姆森的快攻3分球 值得一提的是前面一波防守 汤姆森有诈实地把Sohen卡出篮下 才把篮板拨给当局去 第19支是汤姆森绕Galifford的Rains Green 到湖顶接球的Pull Up中距离 可惜没有投进 第11球支是第4节10分版 读定下拿出正统的西班牙挡猜 先由党局跟Lively的湖顶挡猜 随后汤姆森设置被挡 再跑跑奥手到湖顶 马仕防线就这样被搞混 甚至让汤姆森有时间运一下再调整姿势 出手投进了空挡3分球 2分钟后 读定侠再次拿出西班牙挡猜 可以看到老鬼保罗听到 当局在Hunstack衰比手势 告诉队友对方要打西班牙挡猜 但汤姆森却不按原有路线 连被挡都省了 直接往另外一车的四属肚角走 反将马仕防线一军 投进本场第6颗3分球 双方分菜被拉开到20分 奠定的比赛胜利基础 除了一次出手是罕见的持球挡猜破坏3分球 但是没有投进 最终汤姆森上场26分钟得到22分 命中率跟3分球命中率 皆是超过标准的53.8%和60% 看完上周所有出手回合 大家应该会改变 汤姆森只要站着等 当局去送球再出手的这层观念 因为撇除快攻推进 或者是进攻篮板后的2次出手 汤姆森本场没有一次出手 是占定点的K全秀 几乎都来自于战术层面的跑动后出手 包括底线发球绕掩户的K全秀 西班牙挡猜后的跑位K全秀 硬要说的话就只有第一球跑一半的feel behind 但其实那也有点算是跑动了 这也代表着汤姆森跟独立侠进攻体系是互补的 即使汤姆森还是需要跑动 但跑动频率跟跑动距离还有防守压迫性 都比赛勇士还要轻松 虽然汤姆森还是被守得很紧 但是对手的前二孙位POA 通常会拿去对付Donshich跟Irvin 再让汤姆森不再需要面对顶级大索 进攻端的负担也减轻许多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汤姆森的到来也让独立侠能增加许多战术变化 提升进攻端的维度 毕竟这是Donshich入主独立侠以来 第一个跑动造益这么高的队友 奇怪当然也不是只有单方面的 汤姆森的跑动同样能为Donshich制造空间 像是第二节8分10秒 汤姆森在弱边绕Stag Screen 为Donshich制造右侧还一般大的单打空间 还有6分56秒 汤姆森的Re-Kation反跑出Splitation 即使没有机会出手 也能为Donshich带来第一位单打的机会 说到Splitation 没有想到在独立侠也能看到勇士的拍头战术 独立侠在前几个月前的冠军赛 有跑出类色战术 不过本场打马车的这一波 却是标准的勇士拍头战术 在勇士通常是设计给Kerry 向上绕掩护接球进攻 出手或者是突破 Donshich这一波只是以中矩出手 失败收尾 汤姆森带了控档回合 还有第三节7分半 汤姆森绕底线的湖顶芝加哥 吸引防守助力后 再转传给Erbin完成一击助攻 此外还有第四节8分55秒 汤姆森在弱边和Grinds Livelly配合的Torstekskrim 通常Grinds绕掉后就是到对角 但他没有绕掉 使得汤姆森第一拍绕掩护后 没有控档 要再打一波手地手也没有空间了 过于有趣的是Grinds竟然跟着汤姆森去绕手地手 反而拉出了湖顶空间 让Livelly判断出把球丢还给Donshich是最好的选择 结果就是挡拆抓到斑马的成退 投进三分球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啦 比起上半场 独行甲在下半场的战术频率提升许多 甚至还让Donshich跑了不少无球 包括这两波Stekskrim 其实独行甲跟马车的帐面战力是挺悬殊的 照理来说不该上半场打完还是落后 落后关键还是在当时没有打热身赛 所以整体的出手都还很陌生 Rving状态也不好 只要下半场两位主将手感复苏 加上更多变化性的战术去撕裂马车防线 果然就成功拉出了一波尾盘 带走拳队除了Bounce跟Champagny 准度都很差的马车 当然独行甲能稳住分岔原因还有不适合防守端 虽然有不少球迷认为独行甲失去了Jones Jr 又补进永迷心中防守很差的汤姆森 认为防守端会一泻千里 但其实从本场的防守内容来看 他们还是有一定的基本盘在 汤姆森打的是先发小前锋 跟两位后卫相比 他的防守顺位战会比较靠前 所以本场就直接对位马车的主控CP3 但CP3也不是以前的CP3了啦 对汤姆森来说也算是很好守的 而且面对没有顶级主攻守的马车 更加没有压力 汤姆森作为先发阵容的外围防线 也能换防到斑马或者是Bounce身上 像是这波为了让Gethro留在禁区 先换防一次 接着再跟Washington换防到斑马身上 直接抓到斑马的出手时机成功抄截 但比赛一开始也是有做不好的防守回合 像是手节一开始和Washington换防交代不清 放掉了Shan Penny的空档 还有10分半 汤姆森理应要把斑马换给Gethro 记得去补防Sohan 结果他却留在禁区 因而被投奸的外线空档 关于独行侠的半场防守策略 我在上一集汤姆森日记就有提过 他们会尽可能用换防来弥补追人的时间差 据来说 第一节6分半 Trey Jones一过半场 立刻跟Johnson Collins打一波快速的Miami Action 让Johnson接球往右侧突破 Gethro就有立刻换防贴上来 接着传给Sohan去突破 结果Gethro也是换防连上来 根本没有出手机会 此时洛边也能发现 Thompson跟Grinds用换防来守住 Jones跟Bounce的交叉掩护跑位 而很明显马是没有足够的资源去突破 独行侠的换防 要破全面换防最直接的方式 就是错位单打一年过去 但最具身材优势的斑马 本场进攻可以说是惨不忍睹 更别说其他人了 第二种方式就是像勇士那样 以更多变化的交叉走位去创造空挡 但马刺无论是进攻完成度 还是空挡的把握度 都只能算是普普通通 而且蹲一下保护Livaly 跟Gethro在进去优手的策略 让外线扑加的马刺更难在进去得分了 更别说独行侠还有一个防守范围 也很广的嗜好为常人Kalibur 虽然独行侠防守有一定默契和基本程度 但或许是马刺进攻端太铁 以及资源不足导致活力频发 让独行侠能不断打防守反击去拉开分叉 所以他们防守程度到底到哪 能否接着其考验 可能要遇到进攻端更成熟的球队才能知道了 好啦说那么多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进去啦 只能说本集汤城日记的最大重点就是 汤姆森在独行侠并非站着等球 而是能以跑动造域去升华独行侠的进攻为度 再加上Dunkish的发牌和习惯的天赋 才能有更高品质的出手 可以算是鱼帮水水帮鱼 当然这跟他们的防守一样 还需要遇到防守更强的球队来考验 甚至更多样本数才能知道 不过至少现阶段我是给予正面评价的 Dunkish跟汤姆森在赛后也互相称赞对方 一个说对方总是在跑动 而且投进很多外线 防守也很好 跟他一起打球 许多事情都会变得比较简单 一个则是在称赞对方对比赛节奏的掌控能力 而他们两人在第四季连续的西班牙挡拆 当群群没有看就在庆祝的洞珠也被媒体大肆报导 拿去跟过往的career比较 虽然独行侠水泳记者表示 他们在队内的训练时化学效应就不错了 不过在第一场正式比赛就有这种搭配的默契 也算是很不容易 但事情就如同汤姆森在赛后访问中说的 还需要很多场次的磨合才能真正拥有化学效应 不过以收场内容来看 算是迈出正确的第一步了 最后是不得不说的 汤姆森确实在独行下有扛起3号风险的责任 除了防守多安在冲抢篮板跟篮下卡位上也都很积极 本场比赛就抢下了7颗篮板 其中还包括3颗进攻篮板 这对于在勇士生涯场均只有3.5颗篮板的可类来说 是比较罕见的 而唯一让人比较难受的是 他把射纸飞机的习惯一并带到了独行侠 好啦 本集汤姆森就说到这边了 如果你喜欢本集内容欢迎点赞跟订阅 感谢各位观看 我是酷奇 我们下一次见 拜拜